Reyo 了世紀甜甜的無心 大家好,我是Reyo 今天來看印度斯坦人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是天氣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11點鐘方向的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的特色 他的村民非常便宜 而且帝王駱駝有攻擊速度的加成 印度斯坦人除此之外 他的馬攻路線也是蠻厲害的 雖然沒有安息人戰術 但三攻三防也有 平手跟蹤技術也有 他的火槍還可以是射程最遠的火槍文明 印度火衝 印度文明他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也有大落馬 或是也有工程工程師的火炮 玩起來還算是蠻舒服的一個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YO這個文明是選擇了凶人 凶人特色是一開始就不用蓋房子 人口就直接上限到了200 非常的舒服 但是一開始木頭會減100 所以通常一開局 都會把100木頭拿去開伐木場 那凶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大落馬游俠都是有的 馬攻路線也是非常適合 因為他到帝王時代 馬攻有八折優惠 他的缺點是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凶人到後期 馬攻雖然便宜 成型速度快 但是體質上來說 遇到對方走奴兵路線啊 強奴還是會有點疲憊 可能被射歪的一個情況還是有的 那凶人呢他有大槍兵 但是沒有這個三級的步兵鎧甲 遇到這個路途文明的時候還是得出啊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目前看起來右邊有一個黃金下方有一個 黃金的位置看起來這個是比較糟糕的 那如果這邊可以插一根城堡的話 就會成功鎖住這三塊礦區 甚至上面這個也能稍微鎖到 所以感覺YO這把重點 是要把這個城堡插在這裡 控住三個地方會比較好 那他的黃金地方後面還有一塊還可以啊 問題不是太大 就算這個黃金在前面啊 如果直接棄手或是圍外面一點點 即使失守後面這個黃金還在的話 應該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們這裡再維持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是天才少年嗎 好像是歷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地圖 他地圖左邊有黃金後面有黃金 黃金的位置主金還不錯 但這個黃金也跟YO一樣 也是遺留在外側的 果子在前面看起來也不是很好受 這邊還要再稍微出來一點才行 這邊圍一圍 但這邊很爽 這裡直接到底了 這邊天圖也不算到天圖 但至少地圖分數是很高的 至少有到個八九十分 非常舒服的一張地圖 要圍的話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或者是直接這樣圍過來 圍過來圍過來圍到底 或是這裡圍過來 圍過來 至少都沒有偷 好印度斯坦這邊點下了法夢技術 好 現在那個槍兵 洛馬補下 好這邊是一個洛馬槍兵並行的一個打法 好這邊槍兵稍微慢了一點 好 洛馬趕快補 那洛馬開局的時候槍兵一定要也要按 對方也是洛馬開的時候 槍兵至少按個兩到三隻會比較好 尤其是又是自己很難圍把自己家裡圍死的情況下 槍兵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好 但這邊按槍兵也要小心 不要槍兵按過頭跟這個洛馬 導致自己斷村 自己還是要以不斷村為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兩邊的城市中心的閒置 還不到十秒鐘 YO甚至是0秒 這個就是世界頂尖的選手 YO YO 現在來到13秒 剛講完就辣場 好OK 沒事沒事 我覺得C帝國在20分鐘前 只要地獄一分鐘 都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兩分鐘的話也能接受 但是有點多了就是了 好 YO 這裡槍兵沒有出太多的關係 所以現在家裡一直被繞 但是問題不大 因為他現在這邊都在撒田 都在城鎮中心的防守範圍內 但是只要以被這個硬靠木槍的時候 還是要靠槍兵出來打才行 好 YO這邊成功的 擊殺了一隻村民 但是這裡的洛馬有點殘了 後面補了一個兵工廠 印度斯坦準備要提升上來 好 槍兵兩隻 戳掉這隻槍兵沒問題 來了 好 弓兵出來 來 毛兵轉型 唉唷這裡有洞 完蛋 YO這一村要被拿下嗎 唉結果一村都沒死 三村殘血跑掉 後面肉馬跟了過來 有沒有再繼續哭打 工兵收掉 哇靠 YO這一波防得很好呀 三隻村民都活了下來 然後再把血多的 村民拿來拔木 血少的直接回家種田 OK 沒問題 這個打得很好 好這波又是一個打鬥 洛馬兩邊互換 印度斯坦這邊直接炸裂 打不贏 YO的洛馬已經打出了優勢 沒想到兩邊直接對撞起來 還以為少年會拉走 結果沒有 好現在兩邊準備要來升時代 但YO這邊打得有點兇 可能還是會先上個品種義工 繼續強攻封建 畢竟 印度斯坦這邊 肉馬也是出了很多 現在要上去也不太可能 而且自己現在有軍事上的優勢 封建不如就直接打個強軍事 繼續打 會更好一點 好這裡村民可以拿下一村 這一隻槍兵先拿下 村民再繼續輸出 成功拿下兩村 OKYO這邊村民已經非常領先了 這一隻村民能夠拿下 沒問題 但是要被戳到一槍 好YO這邊品種找個機會點一下 但是直接轉雙射箭場 這個有趣喔 品種不先點 先點雙射箭場 鋪小弓 好那現在YO要面臨的是 五隻弓箭手 加上四隻肉馬 喊品種異攻的肉馬 但我覺得沒有品種 會有點危險 那為什麼YO要這麼堅持產工兵呢 因為現在有工兵喔 才可以有效壓制這個金礦區喔 所以這邊 喔唷又抓到了一村 漂亮 抓了五村 但是YO家裡直接突然爆炸 這裡也是也突然一堆肉馬 衝了出來 抓掉了一村 肉馬要直接硬吃有點困難 再繼續打一下 趕快跑 好現在YO這裡被殺兩村 但是這裡YO又再反殺回去 再多拿一村沒問題 六村拿下 好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現在有工兵跟毛兵在這裡 當然這個要送掉了 槍矛全送 好 這裡擋住 這一波殘血的村民可以跑 沒問題 收村 哇被頂掉了一村 哇唷這裡果子吃完 趕快跑 這邊補了一根劍塔 不然家裡快擋不住 好點下了一公 哇唷這邊最大問題是沒有品種 好再拿一村 八村拿下 現在哇唷 村民處領先了大約三村左右 好遊戲時間來到了一分鐘 二十分鐘 那可以看到少年這邊 是來到了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那Wile則是來到了三十秒的時間 可以看到Wile真的是很頂尖 遊戲的十分鐘還在三十秒而已 這個TC閒置 這個不斷村秒數非常的短 好 這一波便利還在繼續追趕當中 歐歐這根劍塔防守住之後 這個墓區就安泰了 但是現在依舊沒有品種 肉馬被砍的速度有點快 又兩隻肉馬倒地 這一波單位要跑了 到終點下的品種 好 但是肉馬已經死光了 這手點品種是不是有點虧呢 但是不點也不行 好 兩隻肉馬過來 再次逼退 沒想到兩邊直接打了一個大封劍 封劍時代打了快要二十五分鐘 好 肉馬繼續爆 劍魯斯坦這邊沒有打算要放棄 嘗試繼續進攻 那這邊升級時 印度斯坦這邊是最有機會打敗歐歐的時候 只要歐歐這邊有一個閃屍 可能就要被秒殺 在這裡要趕快把家裡圍死會比較好 盡可能的把家裡圍起來 不要讓對方有多限進攻的機會 好 兵攻兵 盡可能的反擊 那少年這邊是不能撤退的 要繼續狂攻才行 這裡兵力這麼少 已經是有發現歐 歐歐已經升十代了 好 這裡插了一根劍塔 直接控金礦 後面嘗試反擊回去 歐歐也是馬上起了一根劍塔 你騎塔 我也騎塔 但是後面這邊肉馬可以溜進來 後面加後面原地輸出 後面守在後方 偷偷射村民 劍塔兩邊同時蓋好 收村 完蛋了 歐歐這邊有非常多的村民跟單位 吐露在這個劍塔的傷害底下 歐歐的肉馬也全部送光 現在少年直接ALL一波 把這個村民數反超了回來 4-3-3-9 歐歐這波炸裂 但是這裡有兩根劍塔可以輸出 但是肉馬實在是泰坦 攻擊力又高 拿下了非常多的村民 歐歐這波有點掉以輕心了 認為少年不會一波硬來 但是他真的是硬來了 經濟炸裂 村民都收村 沒有辦法做事 好 這根劍塔也有點危險 好 看要不要把所有的肉馬 拉到這裡 直接守持這根劍塔 如果守持這根劍塔 還可以再多拿四村 劍塔也可以拔掉 繼續控 現在村民 15隻收村在裡面 哇歐的資源量 開始慢慢被反超 誕生到了地獄城堡時代 三色劍場出馬宮 沒有問題 問題是黃金要控回來 這裡的肉馬要趕快繼續輸出 繼續控黃金 能控黃金的時間不多了 繼續砍 繼續砍 這裡要送光 送光也要打 送光也要打 對對對 打起來 打起來 再來 再抓一村 這隻參血了 再拿下 哇靠 死了 19村 YO 這一波 很極限 最後村民差距被打得出來 47村對31 哇 封建時代打了25分鐘 最後由YO陷入了烈士狀況 好 現在印度斯坦也提升到了城堡塞 現在支援量已經開始領先 快要1000支援 但是這些村民可能要被抓掉了 沒有肉馬可以墊後 這五村 難逃一死 那這樣就可以稍微平衡一下村民差距了 雖然說是稍微平衡 但村民差距還是來到了10村 好 有了 好 那現在印度斯坦最重要的事情 現在就是要狂按毛兵 看好不好再補一個射箭場 繼續補戰毛兵出來 好 村民過來 現在YO現在是獎勵賞金時間 盡可能的用馬兵去抓村民 盛人這邊則是要繼續用肉馬 看要不要直接去硬吃這邊的村民 好 馬兵 遇到毛兵 稍微走位一下 吃到毛兵的傷害還是有點痛 好 森桌的馬兵過來了 好 兵還在後面繞 好 這邊兵只要不 沒有被抓掉 不然就不能放心在後面種田 這也是一個心理戰 好 這隻毛兵還在秀 好秀好秀 好 村民 完了 要不要多抓一村 現在少年的村民樹也開始有點炸裂 後面要小心 後面要小心 這裡沒空好 好 毛兵繼續追 現在印度斯坦 點上城堡塞 好 二級馬開 駱駝轉出 有駱駝就稍微能打了 好 OK 帶了兩邊臭民樹 差距慢慢鎖短 這下差距來到四村而已 好 印度斯坦點下了跟蹤技術 好 先守住金礦 有了 有了 這裡抓到了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攻擊 OK 跟蹤技術 YO還沒有點 喔 被抓掉了一隻馬弓 有跟蹤技術了 開始引擎加速 要繼續追馬弓阿 怎麼突然走錯地方了 好 上面有一頭馬弓 完蛋完蛋完蛋 這裡駱駝數量不夠 不歪喔 這邊有馬弓上低優勢了 好 駱駝繼續追 馬弓正面繼續往前推進 好 互相傷害 駱駝繼續出來 一出來就是對著馬弓亂砍 好 但是打不太贏 這裡馬弓要稍微拉扯阿 馬弓數量還不是很夠 現在要先躲到這個小洞裡面 回頭反打 哎 不錯 這個位置還可以讓箭塔幫忙輸出 但是彈道學找個機會趕快點下 馬弓過來抓掉一村 YO的馬弓秀得很好阿 這一波確實讓伊杜斯坦被有打回去的感覺 好 YO點下了彈道學 有彈道學 駱駝就難受了 好 這一頭馬弓再度過來 看看能不能 白嫖一下傷害 但是 哎呦這個包夾好像有點危險 差點要送光 前面四隻駱駝 斷路 好 砍個幾刀 這裡駱駝數量太多了 絕對不能開打 YO這邊只能繞幹 再用這些馬弓繼續打BD 又抓掉兩吋 應該是沒問題 彈道學好了 好 這裡換掉 右邊的馬弓還在奔跑當中 長距離賽跑 後面怎麼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拿時候偷蓋好了 好 現在我用單TC繼續爆馬弓 掌握盡可能的 用單TC結束少年 但是少年的駱駝好像是越來越多 分明便宜 駱駝就可以來多安一點 好 駝死車蓋好了 好 這邊再過來抓村民 又要死個幾村嗎 好 結果沒抓到村民 好 黃金速慢慢穩定了 好 印度斯坦 這裡的駱駝數量來到了快20隻 主要的馬弓則是來到了22隻的數量 好 這裡要做包夾了 好 稍微抖動 好 靠近貼近 往後逼退 好 直接分隊 從右邊包 正面駱駝從右邊 好 但是開始拉打了 有點難受 好 繼續追 往右走 OK 又抓到了幾隻馬弓 這一坨駱駝很高 這一坨馬弓可能要被送光 完蛋了YO 這波有點小小失誤 突然停了下來 第二坨馬弓又來了 雖然右邊這一坨被追 那我就從左邊進攻 好 但是已經被開在眼裡 趕快先走了 村民們 好 這一坨馬弓 最後只剩下少量的無知 YO這裡還沒有補下城鎮中心 現在沒有石頭 趕快來挖一下 好 再抓個一村 沒問題 YO 村民術 目前已經反超了 少年 43村 對上45村 少年這邊TC 城鎮中心 IDOL 已經來到了 6分鐘了 好 那個時間有點長了 好 這一波 頭車來了 三台頭車 要拆劍塔嗎 只要把這兩根劍塔拆掉 少年就有點優勢了 現在優勢方 還是YO 兩邊聰明術終於持平 44打44 好 這裡在等頭死車 感覺別等比較好 先拆 事件場吧 感覺先拆一拆 拆進去 好 但是馬弓又要來打 少年家 少年家的駱駝數量不夠 只有6隻 本來還是要分一些駱駝回去 好 但這個劍塔 倒的速度太快 拖車直接砸死 3村 最不虧 OK 成功砸掉 司馬弓來了 YO 這裡要盡可能的多抓一些村民 好 殺進去 好 先拆射箭場 駱駝 駱駝上來 做寶甲 有機會嗎 又拿下了一村 好 馬弓現在暫時擋不太住這些駱駝 兩個射箭場都被偷死車砸光了 剩下一個射箭場 YO這邊損失有點多 馬弓被駱駝無形爆砍 一隻騎士出來 解掉那台頭車 但從此還有兩台活的下來 這裡砸了一下馬弓 好 下方臭命怎麼辦 要撤了嗎 我還會覺得自己有機會擋住 好 抓掉兩隻駱駝 好 臭命又回來嗎 不要吧 撤了撤了 好 結果家裡的馬弓全部都被吃光 到你這邊 弱駝防守得很好 兩邊像是單Tc all in 暴兵 頭車砸一發 沒預判成功 剪掉殘血頭子車 回頭 砸到了一些馬弓的血量 好 這樣交換就不會太虧 弱駝回來 防守一下 好 砸了一村 回頭 再砸一村 兩村再拿下 YO這邊出名數下降的有點多 好 但這一波至少讓少年又賺到了很多東西 這邊差距來到了四村左右 七村 六七村左右 哇靠 臭命數差的越來越多了 YO的馬弓快要擋不住 駱駝正面硬貼的壓制力太好 快帶了 YO的經濟有點炸裂 剩下後面這一坨臭命在伐木 這時候少年應該有意識到 你應該還有什麼地方正在伐木才對 這裡都沒有木區了 你是怎麼造馬弓的呢 有沒有意識到是在後方 好像有 YO來了 不是YO 少年來了 YO 怎麼辦 馬弓趕快直接用說明當肉盾 哇哇哇哇哇 這一坨馬弓 剩著稍微守住 這一把比賽 少年已經抓了YO五十二村 是YO的一倍啊 二六對五二 駱駝加頭車 這一波確實打出了自己的節奏來 好這裡直接手持劍塔 變獨斯坦3TC 好吧三馬就出洛駝 左邊終於開下了城鎮中心 好現在駱駝 目前數量來到了十六隻 馬弓數量也來到十張 但是又掉了一些 哇馬弓數量不滿二十隻 正是數量很容易往下掉啊 現在問題是YO黃金來源 只剩下這一塊了 正面的主機有點守不太住 好現在頭車奴胖在這裡 要不要先解掉這隻騎士呢 好少年又一個多線 好這座路駝稍微拉開 好這座路駝稍微回弄了一些 好補了一個四箭場 又補了三個 總共來到六個四箭場 是不是有點太多啊 好這座路駝抓到了 好這座路駝 好這座路駝 往下拉 駱駝在右邊 要不要去救一下呢 大米有駱駝 駱駝一個雙線進攻 沒想到 這一把 單TC打到了四十九分鐘 印度斯坦 死不開TC 好弩炮投車中得出來 上來砍個幾刀 但是沒有收掉弩炮 從解放這邊的攻城去 好弩炮開始往下走 在下面早就已經沒有人 好 YL也補下了攻城七製造所 有投車 就可以打得 打得一弩炮 好現在 這裡有可能是 最後一波嗎 好 好感覺少年這邊上頭了 要小心 高村 奴炮打得到馬功嗎 換了一下 火車來 互丟殘血 再打一下 但是沒有預判成功 好 複雜 但YO的有點危險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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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換 哇 沒有辦法撲換成功 這一把 YL打得漂亮 現在 頭車現在穩住了局勢 好 弩炮慢慢撤離 因為現在 頭車 只能靠駱駝打得贏 這個頭車引出來一點 才有可能往前 好 這一波可能會上 好 弩炮打了一發之後 先串掉了 頭子車 再用 弩炮 開始串燒這些馬功 好 這裡馬功硬吃弩炮 弱駝來了 好 這座駱駝數量實在太多 直衝YL的成真中心 成真中心現在有大量駱駝 現在YL的馬功已經鋪滿了15隻 只殺11隻 完蛋了 再繞再繞了 怎麼辦怎麼辦 YL這樣打得已嗎 完蛋了 只有被追殺了份 雖然有彈造取的馬功 但是沒有前排 被追殺實在是太痛苦 哇 YL這邊馬功 雖然按得很多 但是好像真的快打不住 以及這邊還在奴隸造村民 現在少年的臭名處六四村 打三十七 差距盛大 好 現在左兩邊的弱駝 已經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但是還是把YL的村民壓得有點多 這根堡蓋下去 YL可能會投降 雖然差距真的太多了 駱駝現在已經擋不住 好YL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少年印度斯坦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這把打到後期 哇 最後還是沒狗過來 最後這個弩炮 直接控住了黃金 有點傷 直接斷金之後 馬功也按不出來了 而且這裡木頭也要慘完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 印度斯坦拿下 資源上的勝利 15贏了大約5000 黃金贏了1200 石頭大概贏了大概快600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